大家好 这里是全球新闻 明镜电视在全球各地的主播 为您联合播报 今天要闻 明镜电视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媒体集团 正在全球各地招聘专业的媒体人才 欢迎大家收看全球新闻 敬请大家订阅 点赞 马上带您来关注今天的亚洲新闻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病逝 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 周四早上在马尼拉一所医院病逝 终年61岁 家人表示他因糖尿病 引致肾衰竭 抢救无效去世 阿基诺三世在总统任内发生轰动的 马尼拉携失人质事件 导致8名香港人死亡 他当年处理人质事件的手法备受批评 引起了香港人不满 他任内奉行亲美路线 对华态度强硬 成就非国与中国的南海主权争议 提交海牙法院仲裁 那至终非关系恶化 根据报道 至2019年以来 阿基诺就患有严重疾病 已经进行了至少五个月 俗称洗肾的血液透析 那最近还做了一次的心脏手术 阿基诺的母亲 是已故的前总统科拉桑 那母亲在2009年去世后 她在家族的政治光环下 以民主反弹物为号召 于2010年5月 当选菲律宾第15任总统 执政自2016年 她上任后约两个月 便遇上轰动的马尼拉人质事件 8名香港人在此事件中罹难 当年菲律宾当局 拯救人质行动失败 除了警方被指无能外 阿基诺在接受访问时 面露笑容 更惹来批评 她急后便称 她的笑只是愤怒的表现 不过民众并不买单 人质世界上 加上阿基诺态度恶劣 令香港与非国关系 一度跌落冰点 此外阿基诺也奉行清美路线 在南海争端上 与邻国激烈冲突 引发外交关系和地区局势紧张 她对华态度强硬 曾要求海牙法院就南海主权争议仲裁 阿基诺三世出生于 菲律宾一个显赫的政治世家 父亲是已故菲律宾民主斗士 参议员兼反对派领袖 阿基诺二世 母亲是有民主之母之称的 前总统克拉桑 她是家中的独子 由于未婚及没有子事 阿基诺家族的政治实力 影响恐怕难以存续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 由周四起至下月三日为全国哀悼日 那悼念阿基诺三世 所有政府设施下半起之哀 中国支持阿根廷对马岛的主权要求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 24日在联大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 就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发言 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努力 铲除殖民主义 并阐述中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 支持阿根廷对该岛的主权要求 那耿爽就说 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本质上 是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 那殖民主义给世界带来深重灾难 在人类历史上留下极不光彩的一夜 在21世纪的今天 西方殖民者为所欲为的日子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那同时在国际关系中 殖民主义思维以及与此一脉相成的 强权政治和霸凌行径 仍有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 仍在严重冲击正常国际持续 严重伤害有关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和政治经济社会稳定 国际社会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惕 耿爽说 英国应该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要求 切实地履行国际义务 那保障非自治领土人民合法权利 中国在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 中国坚定支持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 主权的震荡要求 中方始终主张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终止和原则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领土争端 那希望英国积极回应阿根廷的要求 尽早启动对话谈判 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 找到和平公正持久的解决方法 遭军方杀害人数即将破迁 缅甸抗议持续不断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根据缅甸民间组织统计 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以来 已经有数百人始于非命 但是缅甸老百姓仍然没有停止抗议示威 在台湾的缅甸人呼吁国际社会制裁 军政府停止杀戮 那在台缅甸华侨 缅甸与教师陈启明指出 根据援助缅甸政治犯的组织 政治犯援助协会AAPP统计 军方杀害缅人数字即将破迁 不过根据BBC报道 缅甸军方认为这些数字不实 那陈启明就提到他朋友的友人 被抓后遭到暴力虐待身亡 军方令家属付费赎回 遭虐杀的遗体进行恐吓 那陈启明还说 军方故意让人民看到军方继续搞虐待 要人民惧怕 不敢加入游行声援活动 但目前缅甸人并没有退缩 那在台缅人全国民主联盟政府 NUG支持者杜可可就表示 NUG已经公开定性国防军总司令 敏昂来为首的军方是恐怖组织 杜可可指出 6月19日是昂山素姬76岁的生日 因为昂山素姬给外界的印象 总是会在头上叠一朵花 那当天在世界各地的缅人 都手拿一朵花 或在头上叠一朵花 将照片发布在自己的社交媒体 以示庆祝他的生日 杜可可说 缅甸所有地方的人拿着花游行 很和平的 但军方认定 这样就是抗议了 你卖花 你买花 你头上要是有一朵花 都可能被抓 那杜可可提到 另有缅甸人发起声援遭性暴力的女性 那缅甸男性为何查口红 这个行动就是呼吁保护妇女 杜可可说 联合国公布不能卖武器给缅甸军方 对缅甸人民来说 帮助很大 军方轰炸边境几个族群的村落 现在很缺武器 军方很着急 敏昂来到俄罗斯 有可能是去求助 杜可可就说 缅甸军方不只实施断网 令缅甸人更难将缅甸抗争的讯息 向外传送 而且在缅甸境内注册的账号 如果在脸书提到中国 脸书账号会立刻被封锁 那杜可可说 不能骂中国 你只要讲到中国 脸书马上会被封掉 最起码24小时不能发文 严重还会被停一个月 杜可可就指出 全国民主联盟政府NUG 在联合国有派驻特使 包括捷克政府 日本参众议院 韩国参众议院 都表态认可 声援全国民主联盟的政府 呼吁缅甸军方停止镇压人民 释放所有政治犯 那杜可可呼吁更多国家 承认全国民主联盟政府 才是缅甸唯一合法政府 支持缅甸人民追求自由民主 抵制跟缅甸军方往来 换个焦点 研究显示 冠病可感染脑细胞 那法新社报道 荷兰研究人员说 2019年冠状病毒 可感染脑细胞 并可能引发 神经和心理方面的 不适反应 那由路特丹 伊拉施姆斯大学 医学中心 完成的这项研究 周四发表在 美国维生物体刊上 该报告就说 虽然冠状病毒的 蔓延速度迅速停止 但通过鼻腔 进入大脑的病毒 会触发在 人体免疫系统中 充当性死的细胞因子 这可以在局部感染中 发挥作用 可能导致许多 前患者 申诉神经或心理方面的问题 那伊拉施姆斯大学 病毒学家 范瑞尔就说 我们所看到的情况 与严重急性 呼吸综合症 冠状病毒2 导致严重脑炎的情况相似 病毒会在脑部 不受控制的蔓延 他进一步地指出 考虑到病毒 可能通过感知神经 进入脑部 局部感染细胞 并导致炎症反应 这肯定能够导致 神经系统疾病 马国民众八月料 可自费接种疫苗 那马来西亚负责 疫苗接种事务的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 凯利表示 为了加速 冠病疫苗的接种 政府最快可能在八月 批准一些私人企业 引进中国的 另一些冠病疫苗 让民众可以自行 安排付费接种 那凯利就宣布 即将引进的 中国冠病疫苗 包括中国国药集团 制造的疫苗 它已经只是一家 正联药企与中方 接洽引进疫苗事宜 马国政府 今年二月启动 全国疫苗免疫计划时 只使用美国辉瑞 与中国科兴的疫苗 当局过后 引进了阿斯利康疫苗 而在五月 让民众以先到先得方式 预约接种 结果反应热烈 马国政府 六月十五日 有条件的批准 中国康希诺 和美国强生的疫苗 在国内使用 而这两款疫苗 都只需要接种一剂 目前使用的 这五款疫苗 都是免费接种 那据了解 马国政府将批准 施起引进 并让民众自费 接种上述5款以外的疫苗 是为了不影响 政府的疫苗供应量 换个焦点 曼谷在线反政府示威 六月二十四日 是标志泰国 实施君主立宪制的 贤罗立宪革命纪念日 昨日数百名 反政府示威者 详应号召 再次走上曼谷街头 要求首相巴育下台 修宪及限制王权 受疫情限聚的影响 这是泰国近半年以来 再有较大规模的示威 当局派出约 2500名警察戒备 白玉政府除了被子 揽权专制 并被批抗疫不力 和欠缺板斧重整经济 那此外 民众亦不满泰王 瓦吉拉龙公包妹 朱拉彭公主 上个月绕过政府相关部门 批准与他相关的学术机构 进口中国国药疫苗的做法 那泰国宪法法院 去年二月裁定解散 受年轻人欢迎的 未来前进党后 引发示威持续至今 那示威者提出三大诉求 包括解散国会 停止打压异见者 和修改军方制定的宪法 其后示威者亦要求改革君主制 新闻的最后 我们一起来关注 泰国男子夜闯方舱医院 一名病患被射死 泰国24日凌晨3点 一名泰国男子 突然闯入巴吞塔尼方舱医院内 并用枪射杀了 另一名在医院的 54岁新冠患者 导致该死者当场死亡 手段极其残忍 事发当时 男子独自一人闯入院内 并首先开枪射击了医院玻璃门 而后走入病患区 射杀一名54岁的男性患者 同时还对其他 来不及逃跑的病患射击 男子随后被泰国警方 在罗永府抓捕归案 据悉男子是因为 曾经在部队受到前辈的伤害 得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 所以才会一时间 精神失常杀人 好的那以上就是 亚洲新闻的全部内容 我是王荣生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个星期一 同一时间再会 越来越多国家认为 中国正利用孔子学院 渗透国际大专院校 来进行美化中国的大外宣 甚至还可以从里面寻找 可以为中国所用的各国精英 使得近几年国际掀起 关闭孔子学院的声音 加拿大新布伦雷克省 曾经在2019年宣布 要关闭该省的孔子学院 且遭到中国总领事馆的施压 威胁如果关闭孔子学院的话 就要禁止加拿大龙虾进口到中国 以此作为报复 自由市报引述外媒报道 加拿大新布伦雷克省 教育厅长卡迪 21号在加拿大国会 家中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表示 他在2019年决定 关闭孔子学院之后 发生一系列有趣的游说 首先是前新布伦雷克省 前省长格莱汉姆 他希望卡迪可以跟中国人 中国学校以及孔子学院维持良好关系 之后驻加拿大总领事也到他的办公室 先是大力邀请他到中国访问 还表示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终止孔子学院是干涉中国内政 侵犯民主自决 以及国家自治权利 该运领事人员甚至还强调 如果该省政府跟中国关系受到侵蚀的话 将会威胁到加拿大龙虾在中国的销售 使得卡迪诀乎这根本是以经济报复作为威胁 将关闭孔子学院的事情提升到两国外交事件 事实上中国对意见不同的国家实行经济制裁 早就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年自从澳大利亚出于各国对疫情源头展开独立调查之后 恼羞成怒的北京就开始对坎培拉实行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中央社指出日前七大公益国集团会议之中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出示一份文件 这是去年为中国官员提供给澳大利亚媒体的 文件之中列出中国对澳大利亚14个不满的地方 中国官员还与大尔威胁的警告 要澳大利亚政府别再激怒中国 莫里森直言 没有任何人可以忍受自己的国家被这样威胁 制裁时的G7各国决定在会后联合公报之中将中国胁迫列入 就连原本主张北约焦点不应该放在中国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以赞跟莫里森举行会谈之后开始改变态度 公开表示法国支持身处在胁迫前线的澳大利亚 并且严正反对任何公然违反国际法 向澳大利亚施加经济胁迫的制裁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表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内容之中包含新型政党制度各政党的基本情况 成立背景到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的形成跟作用 全文共分为九个部分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闻发言人徐游生 在新闻发布会之上形容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就是最能捉老鼠的好猫 综合媒体报导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之中 包含中国共产党以及八个民主党派 以及五党派人士 八个民主党派分别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志工党 九三血涉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白皮书之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同各个民主党派之间长期共存 形成了共产党领导 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 多党派参政的政治格局 白皮书强调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伟大的政治创造 把各个政党以及五党派人士 紧密团结起来 为着共同目标而奋斗 有效避免了一党缺乏监督 或是多党轮流坐庄 恶性竞争的弊端 并且有利于达成思想共识 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 办好事 白皮书还提到 这个制度有利于拓展跟港澳同胞 台湾同胞 海外侨胞的联系 促进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 遏制台独分裂势力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新闻发言人徐优生 今天也在白皮书的记者会职中表示 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实现形式 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跟政治协商制度 基本特征是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 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 在中国没有反对党也没有在野党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 是中国特赦社会主义思想的领导核心 他形容中国新兴政党制度就是最能捉老鼠的好猫 中国即将在今年7月1号迎来百年党庆 近期却意外频传 河南省浙城县一处武术馆 25号发生活剂 造成至少18个人死亡 4人重伤 12个人轻伤 中国网友怀疑当局刻意压下消息 不时的相关的贴文登上微博勒搜 综合媒体报道 河南省商丘浙城县一家振兴武馆 在25号凌晨3点左右发生火警 造成18个人死亡 4人重伤 12个人轻伤 目前火灾已经扑灭 武术馆负责人已经被警方拘捕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之中 相信情况将会及时公布 而事故发生之后 各级领导包含河南省委书记楼阳生 省长王凯皆赶服现场 省委书记表示 这起事件影响重大 省委建委会派出专家组来救治受伤人员 省应急厅也会派出调查组来查明事故原因 即检委机关公安机关将会同步介入 而商丘市也会成立事故善后处理工作领导小组 做好善后工作 各省跟各县市之间要展开除换排检工作 根据当地媒体报道 事发的振兴武冠已经开办多年 此前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 武馆到了每年寒暑假都会举办武术夏令营活动 很多家长都会送孩子到夏令营学武 希望可以磨练孩子的意志以及强健体魄 这次的死亡人数之中 大部分都是武术馆的技术学生 年龄在7到16岁之间 事发的时候武术馆之内共有34名学生 大部分都住在武术馆的二楼 而创办人的妻子则住在一楼 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布火灾画面 消息也没有登上微博热搜 这使得不少中国网友怀疑 中共是为了建党百年的欢庆氛围才压下相关消息 日前中资企业华为海洋 想要参与太平洋岛国的海底电缆计划 不过外界优先来自中国的战略威胁 因此遭到拒绝 有两位知情人士现在向路透社表示 目前太平洋岛国挠入 正在就这项建设寻求澳大利亚的协助 而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气愤的表示 所谓中国间谍根本是毫无依据的指控 还表示谁搞监听 签密等间谍活动还用我重复吗 综合媒体报导 由世界银行跟亚洲开发银行 支持的太平洋区域海底电缆计划 目前早在去年就开始进行招标 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改善太平洋岛国挠入 克密克罗尼西亚以及吉利巴斯的通讯 其中参与招标的业者里面 出现中国企业华为海洋 消息人士表示 华为海洋在采购过程之中的报价 比竞争对手低了超过20% 不过这项计划会连接到一条 主要由美国政府使用 位于美国重要军事基地 关岛的海底电缆 美国政府已经向太平洋岛国警示 中资企业的加入将会构成安全威胁 随后这项标案就失败了 亚洲开发银行上路透社表示 人口只有1万2千多人的挠入 目前正在跟亚洲银行协商 请求资助替代方案 消息人士表示 新的计划将涉及到 瑙鲁到索罗门首都的海底电缆 两地距离大概1250公里 这条新的电缆之后将会跟 珊瑚海底电缆系统来互相连接 珊瑚海底电缆系统长4700公里 连接澳大利亚跟索罗门群岛之间 消息人士表示 目前还不清楚 瑙鲁是否以现象澳大利亚 提供财务援助请求 或是挠入是否只是要跟 澳大利亚政府允许加入 珊瑚海底电缆系统 不过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赵立坚气愤的表示 中国企业在网络安全方面 始终保持良好记录 所谓中国间谍活动 是毫无依据的指控 也是启人忧天 完全是搞错对象 赵立坚还强调 谁搞监控窃听等间谍活动 是能对此看得清清楚楚 还用我重复吗 台湾近期深受缺乏疫苗之苦 坊间充斥着各种假消息 一时的国际担忧 中国统战势力将会趁机入侵 而近日前赠送台湾 124万剂AD疫苗之后 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聪今天表示 决定在7月中旬之前 追加提供100万剂AD疫苗给台湾 从事日本也将追加疫苗数量 赠送给越南、印尼、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 以抗衡中国在亚洲的疫苗外交 综合媒体报导 随后也在推特证实相关消息 茂木敏聪表示 台湾在日本发生311大地震的时候 立刻伸出援手 对日本进行各项捐输 而如今台湾面对疫情挑战 处于疫苗不足的困境 因此日本一直不断认真研议支援方案 希望可以借此报恩 他还说日本可以第一个提供疫苗给台湾 也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跟许多台湾人 对日本表示感谢 他觉得非常的好 同时茂木敏聪也宣布 日本新的疫苗捐赠计划 将追加100万剂A例疫苗给越南 而在7月中旬获得世界卫生组织允许之后 日本还会透过COVID平台 将1100万剂疫苗分送给太平洋岛国 以及东南亚国家 日本拥有A例疫苗授权 可以在国内生产制造 这是日本先前对外承诺 捐赠3000万剂疫苗的一个部分 不过日本跟美国相继捐赠台湾疫苗之后 台湾却出现部分人士 以乞丐疫苗来筹划这些捐赠行为 还有媒体不断扩大疫苗接种死亡率的负面消息 台湾驻日代表谢长廷表示 这些行为确实当日本一度对于 是否持续提供疫苗给台湾感到迟疑 驻日代表谢长廷跟代表处的外交人员 近期密集拜访日本政界以及相关人士 除了致谢之外也忙着辟谣 而美国跟日本赠送台湾疫苗的事情 也引起中国不满 日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不满地表示 蔡英文只是中国一位地区领导人 他还表示台湾当局借由疫苗谋独的行为 不会得逞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也积极对台湾喊话 强调当前只有接受安全高效 数量充分的大陆疫苗 才可以有效抵御病毒侵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